10萬有你 20萬也不是問題 歡迎收看龍哥的解盤節目 我是子彥 我是仲哥 欸龍哥 是 今天好多地方都放颱風架了 就是我們 對啊 有點哀傷 其實我也蠻想放假的 對啊 昨天還在預測想說 可以來開瓶啤酒 真的坐在電視機前面 來等著颱風架 影響太多 他從南部上來 北部要怎麼放假 那其實說真的 好久沒放颱風架 那以前 以前仲哥在交易的時候 你知道仲哥什麼時候最想放假 什麼時候最不想放假 什麼時候 你猜一下 那大賺的時候最不想放假 對 大賺的時候 尤其在手氣行情正好的時候 那時候絕對不想放假 那時候每天開盤 欸怎麼又有一二十萬錢進來 怎麼又賺錢了 怎麼又賺錢 那種感覺非常舒服 但是如果行情呢 非常悶的時候 我們希望不然放假好了 這邊行情這種悶 也不容易賺到錢 不過我們台北放假的話 就會直接 股市就不開盤了 對所以 所以就是看 看當下盤面 如果盤面很好 我們當然希望開盤可以繼續賺 那如果盤面稍微悶一點的話 那我們希望可以放假去休息一下 那今天盤面 你認為悶還是不悶 悶 對我覺得挺悶的好不好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趕緊來看看 在這種悶的盤面上 可以找到什麼樣的機會 但是一開始 還想麻煩大家 幫我在影片下方按讚訂閱 加上留言 那也歡迎大家直接跟上我們家族成員腳步 昨天有一位好朋友 他留言讓這種歌覺得非常舒服 我們待會來看一下到底是什麼樣的留言 那一開始還是要麻煩大家加入我的Lighter跟Telgram 兩個群組都加入 我相信你可以比較快找到獲利的機會 那當然你要視訊這種歌的話 記得Lighter一定要做個加入 對 那另外明天我跟子彥在這邊 再次幫大家直播服務 還是我們 對 3點半的時候邀請大家準時來參加 我們昨天好像有 昨天好像越來越熱鬧 那我們希望接下來可以 幫助到更多的投資朋友 大家有任何問題記得趕快進來卡位 那記得請幫我把按讚數衝到100以上好嗎 其實我們交易經驗非常多 那你遇到任何困難 煎熬或是二選一 其實這以前我都遇過好不好 所以你有什麼問題 我們都可以來幫你解決這些相關問題 那一開始這邊來聊到說這個 你來問你哥來回答這一part 昨天有好朋友來留言 那我覺得第一個一定要拿出來講 他說龍哥真的是太佛心了 佛祖舞會不會跳 佛祖舞是什麼東西 好吧 那是什麼 我怎麼不知道 你不知道是 現在導播是月月浴室 你是說求佛嗎 是那個嗎 對對對 你會跳嗎 我會啊 但是現在不方便吧 現在不方便吧 沒關係嘛 熱舞色對不對 明天明天再說 明天有人敲碗的話 如果還有人敲碗 好 好 這個直接說的 請大家記得在影片下方幫我留言敲碗好不好 然後這位好朋友說龍哥真是太佛心了 其實我們一直都是這麼佛心 對觀眾粉絲都很好 其實我們應該這麼講說就是 如果我們可以幫助到 應該說我們講一個比較直白一點好了 如果能救一個算一個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希望每個人進來市場都是可以少走冤望路 那能救一個是一個你聽得進去 我覺得你接下來可能就會少走很多錯的 那我們避免犯錯的 然後把對的放大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這位小平哥好不好 小平哥 對 記得請我吃滷味啊 蛤 我們幫他工商一下 有我嗎 有我嗎 當然是可以的 小平哥我這邊就直接幫你答應了 這個職業也要吃你賣的滷味好不好 那大家有興趣吃滷味的也可以找這個小平哥 那想賺妖果記得找我小弟我本人 那再來問到這個川湖呢 要不要先賣在低階 另外一個問到這個原相怎麼看 我們這邊要來看一下 原相 首先看到原相 這個我 昨天直播的時候其實就 對而且我記得應該是同一個人發問的 所以你可以再去回過頭看一下 我昨天的影片 或是這邊我簡短跟大家聊到的是 這邊回到了底部形態 他這邊持續做著震盪打底 那接下來就要看看有沒有其他主力呢 願意幫忙 那如果沒有的話 他就是繼續橫向整理 而且量呢會越縮越小 其實我們過去有跟大家聊過一個觀念 是呢 當資金開始在流出之後 其實呢 他就不會再回頭了 你硬要在場內 那我覺得你會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有時候你要去看一下籌碼動向 那這個其實我認為主力已經撤退了 所以我昨天也跟大家說的是 有時候行情 我們不希望大家去用追的 因為你用追的很容易是幫 幫這個葛日聰 幫葛日聰讓他們去好下車 所以這個原相 我認為它是回到一個區間震盪 那我們舉個簡單的案例 就是6196版宣 那請導播放大一下 你可以看到我的call ship 619號我買進這個版宣 然後6月12號亮燈漲力版 但是你可以看到 其實它也是同樣型態 葛日聰拉完之後 行情就是開始做個反轉向下 那反轉向下 我們覺得沒有機會 那中科市比較運氣好一點是 這檔股票還有賺錢 那我相信如果你原相是追在高點了 或許你現在已經開始賠錢了 那我們要跟大家聊到的是 即便是賠錢 那我建議還是做正確的事情 很多人都想要等到解套才要賣 但是萬一等不到呢 那你在等的過程中 會錯過多少機會 就好比如說 導播再幫我放大一次 謝謝 你可以看到我們是 把帆軒賣掉之後 去買8048得勝 得勝後來賺多少 60% 得勝賺60% 所以有時候你換股 換股把一些比較不會動 你把它換到會動了 或是籌碼對的產業 我覺得這樣 你比較有機會賺到錢 那再來看到 其實凡宣這陣子 有開始漲上來 那這個漲上來就是 我們剛剛聊到 他回到底部型態 那看有沒有其他的主力 願意來幫忙再拉一波 那這個主力 其實中科也不知道會在哪裡 或是誰來拉 所以你要去留意的是 資金流向這點非常重要 那中科也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次 很多人都喜歡買在低檔的 那你要買在低檔 我覺得是一件很浪費神秘的事情 你買在低檔 你買在這裡 你要等多久才等得到這裡 那會不會等半年 或是等一年 那我跟大家聊的是 你等半年 那你等到好了 賺10% 但是這個半年 我們可以幫大家賺到多少 我們光這個月 就幫大家賺到多少 賺明白 38根 對 所以其實你要等待也不是不行 但是你要 你要先想清楚 你要的是什麼 那中科要的絕對不是這種等待 因為等待我覺得是 非常浪費生命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邊原相 中科就簡單跟大家聊到這邊 所以今天行情真的是比較悶一點 我可以把我的交易經驗 跟大家去做分享 那你可以看到其實 凡宣多久之前的事情 中科還記得 表示我們每筆單都是真金白銀的 那至於川湖 中科也要跟大家聊到的是 你想先賣下來再買 那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就我們過去的幾年 我要跟大家聊到的是 通常你想賺價差 賺到最後都會飛走 你相不相信呢 我們來看到這個台光店 其實台光店非常強勢 你知道中科賣在哪邊嗎 賣在哪 非常低 我們就不透露了 非常低 這檔股票被中跟賣費 那當時我們為什麼要把它賣掉 因為我們那麼說這邊呢 有稍微破 稍微破這個 破這個 這個月線 有稍微破月線 那破月線 當時盤面 也沒有出現 也沒有說太好 所以我選擇先做個 霍裡霸當 其實我買的點位非常低 我大概買在這邊 然後上來 然後我就把它賣掉 結果後面這一段 我都沒賺到 破月線 那你已經默默的透露出 你賣在哪了呢 對 對 有點愛傷 所以這一段呢 所以中科就沒有賺到 但是其實你要想的是 賣對跟賣錯 其實我覺得都很正常 但是重點是什麼 你能不能長期長期保持一致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當你可以長期保持一致的時候 我相信你在這個市場上 絕對是可以賺到錢 而且是賺不完的 這種賣飛了 我們就祝福他吧 就好像 就好像 你愛不到別人 你祝福他嘛 那當你祝福他的時候 有一天呢 別人呢 也會來祝福你 好不好 所以這個就簡單跟大家分享 你想賺價差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要先想清楚 你 你這邊會不會 因為這樣就賣飛了 或是你要想清楚的是 你到底是做波段還是做短線 這邊就簡單跟大家聊到這裡 所以你來問哥來回答這一part 就歡迎大家踴躍提吻 那我們一定會找時間來回答大家相關問題 尤其是明天又直播 對 所以 記得先問問題 明天直播一早就會先幫你檢查 一早 對啊 沒這麼早 這種個盤中很忙 不是啊 我說直播的時候 直播一開始好不好 一開始就先幫大家解答 一開始就幫大家解答 沒有沒有 我們要先更正一下 直播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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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要先挑那個 沒有沒有 那個是有人 好 大家趕緊敲碗 記得按讚留言敲碗 那我們可以看到昨天的FOMC會議呢 其實我認為 他跟六月的這個會後聲明稿 沒有什麼太大差異 那升息一碼也符合市場上的預期 那仲哥認為說 接下來你要去留意的是 各家財報 因為我認為年準會的利率決策會議 或是通膨 真的對行情的影響已經越來越小了 我們在去年十月就跟大家聊到 我們終將往升息循環的終點前進 利率通膨就不是那麼重要 取而代這是企業的獲利指引 所以我認為九月FOMC會議這邊空窗期 你就看看這個財報 財報好還是不好 行情由財報來帶動 那我們剛剛聊到台光店 這個財報非常漂亮 所以這邊你要去留意的是財報 接下來是好還是不好 那這個也是區別 假AI跟真AI的差別 那其實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我記得我在那個 外設下一步研究報告 就有跟大家聊到 Q3慢下來 因為波動會很大 但是你要記得是 7月下旬到10月的震盪 是讓大家布局Q4的新主流 就像我們去年幫大家掌握到這個八貫 那這段期間的震盪最重要是什麼 Q2跟Q3財報 那我們就請大家好好去留意一下 或是你可以持續鎖定我的這個群組動態 那再來我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排名上到底有哪些機會 那我們認為金融指數是大家可以去留意的 那金融其實我們昨天也有跟大家聊到 今天是持續往上漲 那這邊就去留意一下 到底金融股有沒有機會 找一波 我們這邊可以簡單跟大家分享一個 小一個交易技巧 你去找要除息的個股 或是除息後的個股 那你用全證去參加 這樣子我會覺得比較有機會一點 那這金融金融牆 所以連帶的今天看起來 AI概念股就是呈現一個休息狀態 對那休息狀態 我認為也不是一件壞事 我很多人認為說 AI股到底會不會泡沫 我要跟大家聊到的是 智慧型手機走了十年才結束 那你認為AI趨勢現在才剛剛開始 它不能走十年嗎 而且重點來了重點來了 當排面上還有人看空的時候 我認為這個AI就不會死 當大家都非常看好AI的時候 沒有人跟你講說AI要泡沫 當沒有人這樣跟你講的時候 那時候你才要小心 那我認為這裡麻花捲行情 AI仍然是一個主流 所以我宋哥希望8月可以順利的走出方向 所以接下來這個8月 我認為還是要考驗到你的選股功力 還有交易策略 那重點不是認為說AI要休息 畢竟我們是第一個跟你講到AI伺服器的 那現在AI休息我反而認為是好事 你要它一直漲 我覺得反而不太健康 那先漲多回檔 你要就開始留意 是不是上車點呢 對 量縮震盪拉回沒有破地的時候 所以當大家覺得AI不行了 或是殺出恐慌 比如說雙紅蝶鐵腦 我也創蝶鐵腦 我覺得機會就來了 所以這裡呢 如果可以 大家認為沒戲唱了 恐慌了 反而是一個好機會 那如果大家都非常看好的時候 我們就還是要很小心 我們就要套一句 巴菲特爺爺常講的話 別人恐懼死我們要貪婪 是是是 但是你知道這種歌曲是 不喜歡老八那一派的 你知道老八他老八是誰嗎 誰 你不知道他老八是誰 他老八是誰呢 他老八是 我記得是參議院還是眾議院的一個議員 好像有當到議長 這個眾哥不太確定 因為年代也非常久遠 那你知道老八的第一桶金怎麼來的嗎 他爸爸給的嗎 所以你要想的是 我們都不是有老八的背景 我們沒有辦法這樣去滾滾這個雪球 所以你要做的是什麼 我比較想的是那個 索羅斯 或者是那個 講狗一組的那個 我突然 柯斯托蘭尼 我比較想的是這種 這一派的 那老八那一派其實 眾哥是不太喜歡的 而且 老八也不是每次都看對啊 對啊 確實 對啊 你看這老八 他也想要賣錯 這台積電革計充 真是 真是幹嘛呢 雖然老八那一派的眾哥 不是那麼喜歡的 所以這裡要請你趕緊的跟著我們 我們今天好像都沒舉牌對不對 對 我認為盤面上有 資金有跑到金融 又跑到重返車用的現象 所以 AI以外的產業趨勢 接下來我會去留一下金融 也會去留一下車用電子 那當然我不是說把 把這個AI就放到一旁 在這裡我反而會去留意 以外的產業趨勢 那如果AI有個量縮震盪 拉回沒有破跌的時候 那時候反而是我們用力的一個上車點 所以接下來 真的真的8月還是考驗到大家選股功利 還有交易策略 那我們7月賺了 38根漲停 我們8月要不要再許願一下 好 現在就可以許願了嗎 那現在就來許願嘛 現在已經7月27了 再兩個交易日就結束了 不然 對 我一樣好 那就先40根呢 40根是不是 如何 還是你覺得太容易太easy了 可以 因為我們這個月才38根而已 這個月還沒結束啊 還沒結束是不是 對啊 你還有兩天了 我們就許願40根好不好 許願40根 如果呢 我們這邊有賺到40根漲停板的話 邀請各位投資朋友 一起來跟我們同樂 這次我們不要喝飲料好了 那我們這次要幹嘛 我們 喝雞湯 喝雞湯 雞湯是什麼意思 喝雞湯 那家雞湯我覺得還好 我們 好 我們再想一下好了 好 但是如果我們 如果仲哥辦到40根漲停板 子彥你要幹嘛 我要 佛朱舞嗎 佛朱舞不是明天的事嗎 好 那好 大家可以在底下 好不好 一樣 大家可以敲碗 開放大家留言 敲碗如果我們40根漲停 希望子彥可以做什麼 或者是我們賺40根漲停 請忠哥 請這些妹妹吃什麼小東西 那就歡迎大家一起來跟上我們腳步 那要怎麼跟上呢 對 就是請大家趕緊拨打這個電話 林樂 接下來是1500 也可以填寫影片下方的表單 OK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記得明天的直播要來收看 所以我們今天就到這裡結束 掰掰 掰掰 並有價格券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涉嫌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噢 煩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這個做那個 每天忙都沒時間吃飯 還要一直處理同事的爛牌 難道公司要給我兩份薪水嗎 所以你需要的是 嚴選最專業的分析陣容 從總體經濟 股票分析之根本 再到實地擇方產業 必在收看頻道 給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你才收看 讓你賺進第二份薪水 按下 按下 轉 轉 閉 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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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